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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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竞争不会脱轨 成为冲突 美国跟英国见面的时候 我们俩见面的是 确保别成为冲突 别脱轨 我们还必须负责任的管理竞争 这是美国所希望的 是我们意图做的 我还相信这是世界希望 我们两国做的坦诚交流 我们还对我们的人民及其世界 有责任在我们认为 符合我们利益的情况下 合作共识 我们面临的关键的全球挑战 从气候变化到打击毒品 到人工智能 这要求我们共同努力 所以我期盼着开始讨论 这是拜登 拜登的开场版 其中是你听完拜登开场版 你感觉啥感觉 分享一下 我觉得也是 咱们之前的分析判断 还是比较准的 它还是一个相当于摊牌的 这样一个会议 然后其中起到的作用 就是说拜登的这种流程 在接下来的竞争 或者说不管是竞争 还是冲突的过程当中 是要付出代价的 所以拜登作为美国政府这一边 他是需要有这种流程 而且他里边还有一个重要的点 就是之前他一直在说 我要跟你确认的 就是咱们没有误解 说白了就是 你是这意思吗 对吧 你确定吗 你确定我可就动手了 我觉得有点这个意思 我们看一下习近平 说的是哪些话 这是习近平 中国官媒公布的习近平讲话 文字 我和总统先生上次会面 是在巴黎岛 已经过去一年了 一年来发生不少事情 世界走出了新冠 疫情大流行 但疫情带来的巨大影响还在 世界经济开始复苏 但动力不足 产业链 供应链受到干扰 保护主义抬头 这些问题十分突出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面关系 中美关系要放在世界百年 变局加速演进 这个大背景下来思考和谋划 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为人类进步 展现担当 五十多年来 中美关系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 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总是在曲折中向前发展 这么两个大国 不假不打交道是不行的 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的 冲突对抗的 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 这句话 但齐龙先生 咱们来讨论一下 这啥意思 我还是那个看法 大国竞争不是这个时代的底色 解决不了中美两国和世界面临的问题 你看 大国竞争不是这个时代 这也是关键的 这个 他的讲话的核心思想 这个地球容得下中美两国 我们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 中美两国历史文化 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 这是客观现实 但只要双方坚持相无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完全可以超越分歧 找到两个大国 正确相处 知道 我坚信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 我和总统先生是中美关系的掌舵者 对人民 对世界 对历史都承担着 沉甸甸的责任 我期待今天 同总统先生就试惯 中美关系的战略性 全局性 方向问题 试惯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达成新的共识 金融业人 现在你大概说一下 你说习的这番讲话 透露是啥感觉 我觉得他 就是以他一贯的 中共实行的策略来讲 还是要说服美国 躺平了 让我搞 你最好是这个 这个躺平 对我的这个 一系列的 这种超线战的行径 视而不见 那是最符合我们利益的 然后如若不然 就是你要 你要在这个时间点 做出我们不期望的反应 那我肯定是要搞事情的 但是在此之后 他当然心知肚明 他没有这个实力 所以我觉得他是规券 拜登或者美国说 你别动了 你别动咱俩 我告诉你 就搞得慢一点 这是我的解读 我们来深入讨论一下 你看这个 拜登的讲话 实际上你看这周边 这个布林肯的眼神 就是大家都是 说白了过来 不是在这里 打口炮 磕磕掏掏的 就是来解决问题的 解决什么问题 就是解决一系列的 双变 国际 世界问题 包括俄乌战争 包括 是吧 这个以色列 哈马斯的问题 包括朝鲜 南中国 弘泰尼 台湾 以及人权问题 还包括经济 是吧 还包括毒品 弘泰尼 你看这里头 参与的人 是吧 这里有这个 这个印太区域的 就很多 你看就国家安全顾问 布林肯 还有这个 气候大使 是吧 还有这个 商务部部长 中共这边 他想过来打马虎眼 不是这概念 你可以看 中俄之间 他们习到了俄罗斯 那个 轻松进 是吧 感觉回家了一样 是吧 感觉好像 去那里 就是喝啊 吃啊 互相吹捧 知道吧 互相吹捧 但在这里 没有任何的吹捧 就直接了当 所以 这 就是 主 主调 然后在这里啊 习说 我和总统先生是中美关系的掌舵者 这就是胡扯啊 美国哪有什么 掌舵者 他以为 美国也是啊 伟大领袖啊 伟大舵手 是不是 美国是啥 是三权分立啊 这 基本的逻辑都不懂 这是第一 第二 啊 说 这个地球 融得下中美两国 啊 我们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 这话说的 啊 感觉好像 啥感觉 就感觉好像 啊 美国 就是说白了 意思就是 我要跟 现在 要割干割的 啊 中共 说 想改变对方 是不切实际的 就是我献中共国 就是一个流氓大国 怎么的 你想改变我 那是绝对不可能 你想改变我啊 想改变中共 现在中共执政的啊 这个所有的 现在的所有的逻辑 你是不可能的 然后还有啊 这个 这里啊 说 对抗冲突的后果 是谁都不能承受的啊 所以你看他这发言稿 也准备好了 他知道 接下来其实就是 对抗冲突 只不过 啊 想警告美国 意思说 你如果想 试图改变中国 试图啊 改变中国 然后采取 冲突对抗 啊 这个后果 是谁都不能承受 就意思就是 也想改变中国啊 别来玩这一套 改变中国就是啊 就是 结束中共嘛 说白了 就跟那个 这个加沙地带啊 是吧 结束萨达 结束这个 这个哈马斯的 统治一样 意思是啊 冲突对抗的后果 谁都不能承受的 这就是威胁啊 说白了 就是威胁 啊 然后对美国来说 你看这个 拜登就是面对面 很关键 是吧 为啥 因为面对面 我们一向看到 我们的讨论是 直接了当和坦诚的 面对面的承诺 就没有误解 和误会 然后还有就是 避免啊 就是拜登说 我是作为总统 是吧 避免啥 就避免冲突升级 导致误解 这是美国总统的 啊 只能 说白职责 现在 没说要打仗 是不是 但是啊 但是你像在 以色列那里也是一样 啊 我没有 想要怎么怎么地 啊 但实际上 军事该准备准备 是吧 所以拜习会 接下来 所有的 啊 都是冲突 所有的一切 都是 中共 说白了 就是 对着美国的 所有的 啊 抵制冲突 美国支持的 习就必然反对 美国反对的 他必然支持 美国制裁的 阿萨德 他在那里支持 是吧 美国支持 以色列 他就支持哈马斯 啊 美国和文明 他就和这个哈马斯 野蛮愚昧 暴力 站在一起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啊 美国 很明显 这俄罗斯是侵略 那么 中共和俄罗斯 站在一起 这 这些啊 他是 这才是根本的问题 是吧 习说 这些东西 超越分歧 是吧 还有包括病毒 是吧 美国要病毒溯源 这里死活不让 是吧 不愿意打开武汉实验室 这些东西 这叫分歧吗 不是分歧 那是底色 那才是底色 所谓的 啊 什么什么 经济啊 贸易啊 说白了 哪怕 战争时期都有贸易 啊 很正常 贸易 他不是底色 真正的底色 就是所有关系的 这些 世界大事 人类格局的 人类啊 和平 这些事情的时候 中共 永远 是 在 戳美国 在不断的布局 是吧 挑战美国的先有国际秩序 所以 你看拜登 啊 他讲话 就很清晰 见面的意思 就是确保竞争啊 不会脱轨 成为冲突 负责任的管理竞争 这个竞争说 啊 咱们说的 那个一点 其实 就是朝鲜战 相互之间 啊 所以你看 这个会谈 是吧 可以说是 不是像这个美 美国和英国啊 美国和澳大利亚 美国和加拿大 见面的时候 谈的那种 轻松愉快 也不像当时 赵紫阳 或者邓小平 刚刚 要开始尖叫手 到美国来 的那种 欢快 是吧 大家看到 未来的希望 现在是啊 就是管理冲突 现在是啊 习带着一帮人 啊 就是 在这里 啊 就是 死猪不怕 开水烫 啊 就这意思 明白吧 还要展现一下 自己 牛逼劲 主要目的是 APAC 要在APAC上 展现一下 啊 自己在APAC的 影响力 只一说在这里 见个面 因为他APAC 他很重视 上次也参加了 每一次APAC 他都要那个 因为APAC 可以说是亚太 金河领导人 是他 现在这个 啊 影响政治战略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如果这个他都不参加 那就啊 会很没面子 就是 做一个啊 按锡说 做一个大过 这样重要的会议 APAC会 如果都不参加的话 就丧失了一个啊 重要的啊 在外交上的一个战场 影响政治的战场 而这次呢 是吧 只不过 只不过就是啊 因为在 美国 召开的 所以呢 就是所谓的防美 其实上 跟防美半点关系都没有 如果这次不是在 美国召开 他就没着防美 这个议程 因为美国是这次 APAC的主席国 所以不得不 过来 然后来呢 说白了 就是大大马虎眼 是吧 说一些 说一些 无关紧要的事 因为 美国 所有的 让他承诺的事情 该忽悠就忽悠嘛 说白了 过了这一查 再说 他真正的 目的就是 APAC 那些国家 那些会议 在继续 啊 抢夺 这个 在地缘真实上 各种牌 啊 各种牌 这些国家 这个你怎么看啊 金中士先生 对 我也觉得这个 是注定没什么结果的 这个 这个 会谈 然后 说白了两方 美的 这个美国这一方呢 是在 旅值旅行手续继续的 把他这个关心的问题 那天 那些问题可能也都 也都注意发出来了 然后对于习来讲呢 就是我来摆我的筹码 我得我继续 继续要挟和劝说 你躺平 就是两 两方实际上表达的意思 完全没在一个 一个一个维度上 就是旅程部队 马嘴的一个会议 然后各自呢 这个这个 对于 美国政府来讲 有 有一个帮助 就是他也是履职的一部分 就是既然有这样的机会 你都 你都到了这了 这些我 我该提出的问题 我 我还是跟你提出来 也 也 也算在这个流程的过程当中之一 所以 就像拜登说的 管 啥叫管控分歧 就是避免冲突 那意思就是冲突 其实已经迫在眉睫了 所以我多一次 这样的这种沟通呢 对于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应对 就是 就是多了一部分理由 就是我也已经跟你沟通过了 对吧 就比如说这些非常明显的问题 像芬太尼啊 像那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俄乌啊 然后或者这个病毒这些事项 在 他当然没法在这次在习近平那儿得到任何的这个答案或者这个这个回应 就是 即便是当面提出来 那回 回来的也都是这三年当中的这种各种的这个马慧雅 各种的这个借口 各种的站在中共角度上的这种回应 所以这个 就这么看吧 就是接下来的 确实是接下来的冲突还是必然的 我是这么看 路德 那是百分之百的 因为在这里 不是谈两国继续怎么合作下去 而是谈的 两国啊 继续干下的时候 相互之间啊 尽量 尽量啊 慢一点啊 管控冲突 这是关键 是吧 这个美国该出手不出手 因为西方它是三权分立 政府行政部门 管不了这么多 它没这么大权力 啥都可以管得了 啊 该司法就跟那个啊 阿萨德一样啊 是吧 法院 该发船票就发船票 这美国政府干不 法国政府也干预不了啊 美国政府也是一样 国会该做啥做啥 所以啊 说 说什么两国关系的掌舵者 这话 完全就对 美国的系统啊 是一种侮辱 是不是 美国回头 国会出个东西 习照样吃不了 兜子走 是吧 然后法院 出个东西 也一样 出不了兜子走 何今事啊 就不要违反 国际规则 不要违反国际秩序 无论在南中国海 台湾海峡 但是习啊 中共一贯一来 都是这样 是吧 就打 就是打擦边球 就是啊 抢面头 就是啊 破坏秩序 就是用啊 说白了 就是各种法律 与不治法律 国际法 国际秩序不顾 啊 钻这个空词 然后呢 取得发展 还美其民愿 什么制度自信 是吧 最终这是都会算种账的啊 好 咱们这期 节目就到此一会儿 别忘了点赞分享 谢谢 秦中先生 再见